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市卫书记赖了一带出发 把人全部带走 这人不能带走 要干什么 刘叔 交给我们处理吧 县包部县包 再说莫总的嘴嘴 是风雷集团的董事长是吗 那又怎么样 他还有什么可以保驾护航的人 你一块说出来吧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阻拦我们 我连你一起带走 金马山庄在你们的侠区内办了这么多的丑事 你不但不自我反省 反倒跑过来上我们这儿来说情 你到底是人民警察还是黑恶势力保护伞 我告诉你 你的事 我们督察处将另行处理 我建议你不要再错上加错 闪开 我建议你不要再错上加错 你们来干什么 干什么 把人活留下 你们凭什么到我大郎山里抓人啊 你们的大郎山 话说大了吧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判 我们命存是共产地在执行公务 那我不管 反正监察的人也是不能带阻 我真告诉你们 是要蛋干犯案人民警察执行公务 就是犯罪 我命令你们 往这再干 我说弟兄们 咱不能容忍警察到我们大郎山随便抓人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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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都킨 大郎山随便来 来来来 好 完成 河坑 转松 我是宁春市公安局督察长陆建春 今天晚上 我们依法查处金马山庄 有谁胆敢以身释法 妨奈我们执行公务 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我现在勒令你们 放下手中的凶器 迅速撤离现场 如果有谁不停劝阻 一意孤行 并将依法处理 我现在数三下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一意孤 棍儿 你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回事儿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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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哥 哥 你他来了 他没有把我带走啊 哥 你这么不吵 然后 是吗 我这个弟弟太年轻 他太不懂事了 丁川 你看如果我把他抓起来 怎么都行 给我个面子 对不起 我没这权利 这就是你给我的结果 由那封举报信造成的结果 说话呀 余市长 这都是顺藤摸瓜 顺藤摸瓜 你这是毁了一片瓜地 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从派出所入手 派出所 谁让你调动这么大的警力 端了金马山庄的 这么大的行动 事先不请示 擅自做主 北方能源会议的中心会址 是要设在金马山庄的 现在 这个会还怎么开 谁还敢来 我让你查出那封举报信的目的 是什么 保证投资环境 而你恰恰是破坏了投资环境啊 你看看 这就是您给我的环境 市里在开会的时候总是在强调 没有梧桐树 引不来金凤凰 这下可好了 你们把金马山庄这棵梧桐树给砍了 像金马山庄这样的梧桐树 明春一共才有几棵啊 余市长 金马山庄确实存在着 我知道 金马山庄在经营中的确存在问题 有问题就解决嘛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难道除了一棒子打死 树上长虫的就得砍掉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说 这个烂摊的怎么收拾 我也知道 这次行动 不是你杜献章的创意 是陆建春吧 他这么干 经过你同意了 简直是为所欲为 陆建春呢 再来到路上 马上等 陆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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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树昨来电话翻译 说孙平威又即时要汇报 很好 我这本事完了以后马上过去 陆陆 陆陆 醒醒 着 ένα 你有什么权力把我关起来 这叫侵犯人权 你懂不懂 非常时期 采用非常手段 你这丫头太能 我让你上这儿来 这保不 dev 允认出什么事 你管 露露 上次周静那个事 是爸爸没押入火气 对你太过分了 对不起了 你这是叫我道歉了 对啊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是爸爸的不对 爸爸不回避 可那天你对爸爸的态度 那也不对啊 露露 你把小村救出来 你知道爸爸心里多高兴吗 这事让我碰上了 我就不能不管 当时那种情况 换成是谁 也都会那么做的 也许吧 你这个孩子啊 有正义感 虽然脾气降落 但是心底善良 又乐于助人 像爸爸的好鬼 得了吧 这不等一遍要夸着你自己呢 也不留身上你给看出来 露露 通过金马山东这事 你应该对莫莫雄 有所察觉和警惕了吧 你不如不想找我 助人 你感觉 还能不弄